换句话说 韩国瑜是在号召韩流 过去的恩怨大家统统放下 最好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能够拉侯友宜一把 否则的话对国民党来说 灾难已经迫在眼前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朱蒋成 张有话 蓝白河发展过程当中 韩国瑜一度希望自己 能够扮演积极关键的角色 但是国民党选择了金服冲跟黄建廷 那韩国瑜就从这个战场上面退出 到10月14号 10月15号 接连两天 好接连两天 韩国瑜都在侯友宜的场子 帮侯友宜站台 韩国瑜在站台的过程当中 他讲过我人回来 心也回来了 这句话舞动了很多国民党的人 韩国瑜的回来 可以说 算是一个奇迹吧 因为韩国瑜从9月14号 一路到10月14号 15号 各位可以去看看 他心里都非常非常的着急 他为什么特别的着急 韩国瑜事实上从欧洲回来了以后 他有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服选 都有意 但是 国民党似乎有意隔绝他 让他无事可做 第二个 他要服选小鸡 小鸡们也跟他安排好了 服选的时间 还有站台助讲的时间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服选的时间或者站台的时间 对韩国瑜来讲 他真正看重的是大选 韩国瑜一直认为 如果大选输的话 大家都在做白宫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韩国瑜个人 对于国民党服选机器的启动 不是说没有意见 就是说很多的时间 都被这部服选机器给戳头了 所以他会感觉到比较急 而后又是蓝白河 又是蓝白河的问题 蓝白河虽然开启 但是前景暗淡 韩国瑜应该知道 这种前景这样子搞下去 蓝白大概合不了 所以呢 他就转而回头 为侯友宜服选 韩国瑜在服选场上 讲了侯友宜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就是韩国瑜被罢免的那一天 第一个打电话 安慰韩国瑜的就是侯友宜 那第二个是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 侯友宜两次去看他 就跟他讲了一句 兄弟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尽管说出来 我会帮你 但是他不方便出面 他要以市政优先 那韩国瑜当场就打 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你还是以市政为优先 韩国瑜自己讲的这两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这次服选侯友吉 可以说是比他自己选举 还要来得沉重 那至少韩国瑜在2019年选的时候 他这个民调一路领先到7月 7月底以前都是韩国瑜领先 就是换句话说 韩国瑜自己打选战 没有像这次那么的紧张 那这一次呢 又有五个问题困扰的韩国瑜 第一个副主席的问题 那副主席大家都已经说过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我只是讲 当朱立伦讲 所谓韩主动争取副主席 国民党的小机 已经反应给了朱立伦 认为朱立伦非常不厚道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那第二个 韩国瑜他本身希望 就是说用什么方式 尽快拉抬侯友吉的绅士 所以韩国瑜耳后在六都造势 他会扮演一个不可过去 或者是关键的角色 这个是韩国瑜给自己的取取 那第三个 韩国瑜现在希望穿梭照 在国民党各个天王之间 就是说看看 用什么方式 能够在未来的三个月 因为现在距离现在大概89天 他是希望在未来的三个月 看看国民党有没有胜选的希望 那第四个 就是韩国瑜 会不会重出江湖 在蓝白不合的情况之下 他会做乳中联 这个是第四个 第五个当然比较重要 就是说大选败选以后 国民党何去何从 党主席必然要改选 那当然朱立伦已经讲了 除非双输 否则他不会辞党主席 但是一个败选的党主席 你纵然你有千百个理由可以留任 但是问题来了 你的留任必然会造成 所谓国民党的内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知道有一股势力 已经在开始拱韩国瑜 这也就是说朱立伦 对韩国瑜不满意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10月14号15号 韩国瑜为什么要大力的 为侯友宜复选 因为他知道 侯友宜如果选得很难看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而绝对不是内斗的结束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韩国瑜在场子内 他不讲场面话 他说我回来了 心也回来了 换句话说 韩国瑜是在号召寒流 过去的恩怨 大家统统放下 最好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能够拉侯友宜一把 否则的话 对国民党来说 灾难已经迫在眼前了